早上的7點46分 我們來看看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6月1號他接見了柳西蘭三公辦事處新任代表 圖牧儀蘇嘉全 探望協助台柳關係向上提升 台灣宇蘭島系國會議員好友協會會長 古拉斯尤達卡原在林志佳秘書長裴同下 接見了柳西蘭公商辦事處新任代表圖牧儀的一行 蘇院長首先勝仗圖牧儀代表從事外交工作20多年 是一位具備身後務實的事務外交官 上任後更是馬不停停 陸續拜訪了許多政府單位 蘇院長認為由圖牧儀代表擔任這個維繫台柳關係的重要職務 相信對台柳交流大有幫助 台灣跟柳西蘭一向是非常關係密切的 柳西蘭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而台灣是一個美麗善良的國家 柳西蘭的毛利人及我哥的原住民主於南島 柳西蘭的民主主院長目前三年簽訂台柳經濟合作協定後 目前雙方已有八圈多個項目有關關稅減免 彼此貿易往來大有進步 蘇院長也以過去在農委會的紀念表示台灣人喜歡 柳西蘭的農旭產品如封礁、奇異果、來令及弄令 他期盼台柳關係能向上提升 特別是在經濟、貿易、觀光文化方面推動的交流 立法院也設有台灣與柳西蘭國會議員好友協會 台灣與澳洲、柳西蘭國會好友的聯誼會 終於表示台灣、柳西蘭有許多相似的之處 上方都有許多的高山、大海 在簽訂後兩國之間的經貿更是向上提升 台灣與原住民也是雙邊合作的重要意義化 圖木里也提到原住民合作設有專章 相信立法院與他本人都要同樣樂見這樣的發展 這是來自立法院的新聞 立法院院長昨天蘇家前接見了柳西蘭山公辦事處 新任的處長 記者燕光榮在台北的報導